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在夜内对周深,好像早有了统一的看法 他在他的领域内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网友也表示听完周深唱歌再也如听不进去别人 大张伟说,如果人类没有音乐 那周深的歌声就是想象中音乐的样子 然而,直到如今,在各个平台的评论里 仍能看到对周深各种各样的黑河喷 到底为何? 有人说,他等了太多人的蛋糕 但我觉得,说他用实打实的实力 唱功、品行、以及堪比技术修音的音准 音色和不断进步的技术 比CD更稳定的更惊艳的现场爱 无情地撕开了那些不是歌手的歌手的真面目 让他们无所断形 失去了市场 也许更为贴切 这或许就是他被黑河喷的主要原因吧 随着科技的发展 在微流量论的推动下 一些烂语充数的歌手 有了所谓的百万修音的录音室 有了对嘴假唱 甚至是不对嘴光明正大的假唱 当这种情况甚嚣尘上 周深就成了特立独行那个 何其可背负可叹 但,就是这种特立独行 让听众看到胡坦仿佛有了一记强心针 一面照妖镜 让一些人无所断形 更让因科技和流量而丢失的音乐本应回归 回归到未被进行任何处理的真 善 美 回归到大老师说的想象中音乐的样子 回归到自然而然的人类听觉欣赏的声音 高小声说,周深的声音放在他那个年代 不会有人把它当成假想敌 但放在当下,好像恰恰相反 仔细想一下,这也正常 周深独树一帜的音色 声线,超强的实力,唱功,共情等能力 与一些歌手同台一对比 此一个惨自乐得 我想,对周深的敌意 一部分就来源于此吧 这让小编想起一些很是讽刺的评论 比如,谁都知道我家某某唱歌走音 大家就图一乐 如果你一个歌手都觉得被他挡了道 建议你直接改型换条路走吧 对此流量明星暂且不论 但,小编对此评论简直惊为天人 当流量纠缠却朝还被无限追捧 是不是有些可悲 其实说到底 当前辈歌手们渐渐的不再活跃 年轻的歌手或者说新生代歌手 却难以撑起乐坛的一片天 而听众的耳朵却越来越刁钻 起码,最基本的好听或难听是能分辨的 于是,观众开始选择周深 资本开始倾向周深 主流媒体甚至是官方机构开始探中周深 于是,周深理所当然的红了 更是理直气壮的红了 与其说周深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不如说 他是一步步把自己的蛋糕做大了 所以,不要愤愤不平 不要黑天黑地 努力提升实力才是王道 你们说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